經常聽人說想學好英文 就要多聽多講多讀多寫 但事實又是否這麼簡單呢 今天來到新界那沙中學 聽聞他們有很多方法令學生學好英文 相信你和我都很想知道 不如事不宜遲 讓我去問問曹兆文校長 曹教掌 你好 曹教掌 你好 今天我們來到新界那沙中學 多謝曹教掌接受我們的訪問 多謝你們 知道你們學校很重視英文 其實有不同的方法去培養學生 對學習英文的興趣 其實有什麼秘訣可不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 秘訣就不敢說了 不過在這麼多年的教育經歷裡面 我們留意到 其實要任何科目 學生想他們學得好 投入的話 其實的確有幾個因素 我可以觀察一下 大約有三個重要的因素 第一的因素就是 那個課程或活動本身 是適合學生的能力和基礎 因為如果太過深的 他們跟不上 太過淺 他們都沒有趣味 第二點就是 他經歷過程裡面 無論是普通的上課也好 還是他本身準備一個比賽也好 他一定要有種安全感 他覺得經歷這件事 第二他本身是沒有太大的可能 嚴重的後果 譬如是懲罰 譬如他會丟臉 這些情況要盡量控制到 他的安全 這也很重要 第三個就是 當然了 那個課程也好 還是活動本身 那個構思是有趣的 他覺得做下來是開心的 甚至最好就是他覺得有用的 在他日常生活裡面 正正這些就是他要學的 要做的 所以老師安排這些活動 他就覺得有意義 便願意投入 你會留意到 我們的思路裡面 就是很著重experiential learning 透過真正的投入 和經歷的這種學習模式 所以稍後我和你分享的一些例子裡面 正正就是想印證 我們是用這個思路去幫我們的學生 首先第一點先 剛才提及過第一點是 我們本身要有一個 是正確學生的程度 所以如果用英文這個 作為一個例子 我們在很多年前 已經有在初中 有一個校本的課程 老師因應我們學生的基本能力 亦對他有一個再進步的要求 的那個情景之下 就會製作自己的教材 以至於配合學生的需要 這是第一點 在第二點香港 就是安全 打個比喻 我們做老師的 有時就是 愛之心 責之切 很多時候的情景是 唐上有幾天過生 有幾個就好像失神 甚至睡覺 或者不太懂 或者知道他不懂 那老師很常常做什麼呢 就是 B仔 不如你回答這個問題吧 但問題就是 B仔是失神的 他在睡覺 他如何回答你呢 其實這種操作是破壞性的 是傷害性的 所以我們學校這幾年 是推進另一個概念 Brain-based learning 的Strategy 我們稱為 老科學作為一個基礎 的一種學與教的策略 這個概念是什麼呢 就是 其實核心就是 我們要很明白 一個學生 在某個情景的時候 他的情緒 他想不想做 他願意做 他背後是一個原因 不一定是懶 他不想 不一定是 很多情況是 他沒有安全感 其中一個就是 他不懂 你突然叫他 就很害怕 有一次的錯誤 一次的錯敗 他就可能不喜歡這個老師 嚇怕了他 嚇怕了他 所以我們實際的操作會怎樣呢 就是 其中一個包括 我們會有一個小組 讓他們多些溝通 醫生 譬如老師 帶來的問題 他不需要即時說 誰答誰不答 不要緊 大家給你半分鐘 和旁邊那個 或者四個人一組 聊一聊 交流意見 因為這個情形 當他習慣了之後 他知道 老師有機會問我 我又心知肚明 我不是很懂的 這個時候就馬上學習了 便會問其他同學 大家交流 也有利於其他同學說一次 他不答也好 他有機會告訴同學 其實他已經答了 便在學習 所以 這是其中一個總的策略 令到學生 覺得安全 和有能力參與 這就是我們這幾年 訓練的同事 正在應用這些策略 所以第二點 怎樣令到覺得有安全感 願意投入呢 我們透過Brain Based Learning Strategies 去處理這個情境 至於第三點 就更加重要了 如何製造的情境呢 我們透過課堂以外為主 其中第一個 就是我們每一個星期的星期三 就叫做英語日 當日的情境 當然和很多有效都接近 我們鼓勵同學 在那天就用英文 包括可能在食物部的時候 我們有一些特別的優惠 他願意用英文去說的話 有些優惠 可能一元兩元 對於他來說 有點吸引 覺得有些認同 也是一種策略 另外也會有些活動 可能有些獎品 在英語國裏面也好 圖書館也好 或者某一個地方 英文的老師就會帶這個活動 他願意參加的有獎品 另外 華沙會我們有超過一百萬的學生 在全世界有幾千的學府 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學都有 我們正正借這個機會 就和我的同學 將會有一些有效的外地學生 來這裡探訪 你們做個親切大師 和他們一起玩 一起聊天 介紹學校 這是一個真實的情境 他覺得是有意義的 不是為了考試的 於是當我們做一個訓練班 可能只是三幾天而已 他們會投入 準備好學習的東西 幾天之後便會有應用 所以他很開心 突然間自己能夠和他溝通 他願意做這件事 將來有很多活動 他也願意參加 近幾年 在德國領事館 總領事館也來過兩次 我們借助這個機會 請同學 將學校的面貌 帶到德國人的社區之間 我們發現這種情境 同學又是很投入 他和德總當日很開心 無論是教他們 無農無私 教他們寫輝春 或是教他們做年糕 這些所有的情形 都令同學非常投入 他們覺得 原來學英文 是實際有好處 不只是考試 所以我們經驗告訴他們 的確收到效果 課堂又改變了 活動又有很多實境 學生的英文是否有進步 從幾個指標 我會看到有很大的進步 第一個就是在這些計劃之前 很多同學其實不敢跟你說話 比較害羞 對外人 不只害羞 其實他真的害怕 尤其是外人 他其實很有禮貌 他會跟別人說 早晨 但再說下去 他又不敢說 但我們看到這幾年之後 現在即使有外人來到 我們的同學多數 是夠膽跟你聊天 當時用中文的話更加很流暢 很願意 英文又多了 有些可能外人 是真的不知道說中文的 他們來到的時候 我們同學都會用幾句英文 簡單來打招呼 所以這個是其中一個指標 我覺得是有用的 第二個指標就是 上課的情形都看到的 以往來講 未有這些一連串的計劃之前 我們觀察到學生的情形 就是他都很害怕 老師問的時候 他可能一個單字答完就停了 甚至可能他是不願意回答 他都怕回答不到 所以我們從這個變化 變成現在他們比較多同學 願意回答一個比較具意識的 這樣的形式 我覺得這個是另一個 在學術上的進步 當然另一個就是 實際能夠入到大專 無論是大學也好 高級文憑 基礎文憑等等 副學士的課程 那個比例在這幾年高了 其中一個核心的原因 就是他的Level Level 2、Level 3的比例 比以前多 這是另一個指標 看到也有一點點成績 當然我們希望繼續進步 有更多的同學 可以達到這個指標 真的會幫到他將來的發展 剛才曹校長和我們分享了 很多學好英文的方法 除了英文科 很多家長都關注STEM教育 下一集我們請曹校長 多說他們怎樣推行STEM 會員會聯絡